大家好,今天是一月底,马上就是中国的新年了 今天来到了专业花圃 这里添置了许多新鲜的花卉来迎接中国的新年 我们眼前的这个植物是蝴蝶兰 蝴蝶兰是在兰花种类里边最受欢迎 也是很容易养殖的一种兰花 它不需要特殊的生长环境 一般在人体感到适宜的环境下就可以健康的生长 比如充足但不直射的光线 一点点的水 人体感到适宜的温度 以及低营养度的肥料 并且肥料添加次数很少 这些简单的操作 以为这蝴蝶兰的种植者不需要精心的准备高要求的温度 10度等环境 即使没有花卉养殖经验的初学者 也可以将蝴蝶兰照顾的很好 蝴蝶兰的花朵呢 有多种花色 包括虫色的白色 紫色 粉色 以及黄色的 也有带有斑纹的花色 可以满足多种场景的装饰搭配需求 这个是卡特兰 兰花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开的很漂亮的小花呢 是Obsidian 是另外一种兰花 Obsidian 这还有许多的Money Tree 八材树 也是庆祝中国的新年的一种室内的绿植 这个是Piperromia 这个是一种很popular的室内的植物 它的中文名字叫椒草 它背受大家喜爱的原因是 它不需要很多的care 你只需要呢 给它水 就是在它干的时候呢 给点水 它就会长得很好 而且呢 也不需要很多的sunlight 所以呢 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冬天的室内植物 这里一共有七种椒草 椒草呢 原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美洲地区 少数呢 一些呢 来自非洲地区 为附生植物 附着朽木上而活 大多数的椒草植物呢 有肉肉粗粗的叶茎 和厚厚的肉籽叶子 这些多肉的特征 所以呢 也有些人呢 把这些肉籽厚的椒草 叫做半多肉椒草 椒草的观赏价值呢 在于它的叶子而不是花 它一共有七种品种 这个很像一种多肉 但是它也是属于椒草 Peperomia 这些叶子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另外的一种 Peperomia椒草 这些叶子都非常的漂亮 有黄颜色和红颜色 两种 这还有红掌 红掌是属于365天 天天有花的一种植物 非常值得买 这个花特别美 而且上面有不同的纹路 少见了一种红掌 这还有春天的囚禁花卉 It's like Jerry 愚蜴糕 таких香肆 很直接放在你 clan那里 where thereof 这有一种芭草 枝czy 在配olonel protein 数量ucht 搜igkeit 还有 take intoange seperti 番红花